第四季节目 徐总 快点 快快 徐总 前面警察肯定是瞎子了 这样跑咱俩谁也跑不了 乖儿的地方 你下车 下车跑吧 快 我要先跑 我现在就上了火车了 邱哥 曾经在前面的路口你下车 我引开他们 徐总 我腿 哎呀 我腿上流伤 我跑不动 徐总 你拿上这个软盘 拿这个软盘 跑得越远越傲 有这个软盘 咱俩咱们都能跑得住 都行 我不能让你不管 拼了 吴 群青 呀 呢 邱哥 快 拿2软盘 赶快下车 快下车 快走 球哥 你都保重 别动 别动 下来 下来 快走 快走 你怎么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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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谁 我是你大爷 你在哪儿 我在哪儿并不重要 主要的是 你找的软盘在我手里 说吧 什么意思 想干什么 我想 臭你老龙 去 先带他这上 不舍了 等等 很疼 什么 刘老板 我告诉你 好好想想 想想下次见到我的时候 该说点什么 清楚吗 你以后 不在这儿 不过 只能对你 你等着 好 我等着你 开动 走 走 你这个笨蛋 我能找到他 在哪 他有个相好 叫阿毛 他肯定去找他 还不过去 好 我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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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多吃点 哥 那破网上现在在哪 你还不扔了他 赶紧的 不能扔 这里边有求哥的命 到底有多大的事 把你给逼成这样 多大的事 掉脑袋的事 求哥这次 真的完了 那我们跑吧 我跟着你 你走到哪儿 我都跟着你 叫什么小区 拿两个小区 撕耳洞 这地容不下我 我不敢多待 不过你要真跟着我 我还真不敢带你 我的脑袋都憋在了 裤腰带上了 没准哪一天 就见了阎王 别耽误了你 那你来这儿干什么 看看你就走 这一走 再见就难了 哥 哥 这箱子先放在你这儿 等事情平平安的过去了 我再回来找你 要是万一 有个三长两短的 这箱子 就算给你留个念想 有功夫的话 回去看看我老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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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来的够快的啊 我知道是你想 我警告你 不要找阿毛的麻烦 我哪能欺负阿毛啊 我是来顺便看看他 也顺便看看你 废话小说 找我干嘛 我听兄弟们说 你在这世上 有个天怪 想听听他说 想听听他声音吧 想听听他声音吧 我给你听 你打开 你打开我 你打开 你打开我 你打开我 他跟我没关系 你把他放了再跟我说话 没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你打电话过来干嘛 没关系你打电话过来干嘛 我把阿毛交给你 可你记着啊 带上你该带的东西 我把阿毛交给你 把他放了 转盘呢 我让你把他放了 姓元的 看见了吧 这趟算你没白跑 让阿毛 让阿毛过来 放 季子哥 阿毛 姓元的 就这么点事 你至于吗 你给我听好了 老子迟早还要回江都的那一天 你最好别放在我手里 张哥 阿毛 阿毛 西子 走好啊 我不送了 西子哥 咱们走吧 死人 我操你姥姥 我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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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子 别怨我 没准 我也有今天 你可以省一省你的警力了 老西子已经永远的消失了 防患于未然的努力我们做得很成功 目前的缺口只有一个 邱七刚在里面说什么了吗 说了 说什么 他说宋芝林 是个标准的混蛋 从里芬的遗体被发现了 从里芬的遗体被发现 她被什么东西包裹起来 每一次我问她离婚的原因 她都讳莫如深 我一直在找原因 可一直 也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现在 我终于找到了 可是 她死了 那 能不能告诉我 她是非正常死亡 你指的是什么 不是溺水死亡 不是溺水死亡 也属于非正常死亡 丁里芬是被人谋杀的 虽然我没有证据 但我敢这样肯定 可是你呢 你可以找到证据 但你却放弃了这个责任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出去了一份 驴村部队马嘴的验尸报告 得出了一个远离实实真相的结论 你是法医吗 我不想跟你争论 你无言以对 我说你 能不能跟我真诚一点 李芬 我确实不知道 我可以向你发誓 发誓 发誓往往是谎言的遮羞布 其实 你们有很多事情都瞒着我 他有外遇 你不可能不知道 他一个北京医科大学的高材生 在德国拿到了博士学位 回到江都 成了最抢手的外科医生 他为什么弃医从政 你不可能不知道 他市府秘书长当的游刃有欲 为什么突然去了深圳 你也不可能不知道 他所有的事情 你不可能不知道 现在他死了 怎么 你还想跟我继续装下去 李芬 不那么激动好不好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他死的这几天 我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多 真的 你有很多地方 都让我看不明白 他从深圳回来以后 你们在一起至少待了有两个小时 可你一直装着 你们连面都没见过 还有啊 你为什么对他那个电脑这么感兴趣 甚至要把他给拿走 另外 你到我们家来直接要那电脑 你怎么知道 他出门的时候没有带那个电脑 对于这些疑问 我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 你们有事儿 瞒着我 傅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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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的心情呢 也不好 咱们就不要在彼此互相传染了 好不好 说真的 从情理上讲呢 我倒真希望 立芬的死是由于意外事故造成的 立芬是江都的名人 名人的背后呢 就应该是清白的 对不对 假如像现在这样查来查去 非要查出个什么的话 那我想立芬的在天之灵 也不会安息的 我说的不对了 来 来 秦军 立芬是怎么回事 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事 请告诉我 立芬 我是个警察 我所做的这一切呢 都是属于我的职责 你应该相信 你还没有回答我 你还没有回答我 我回答你什么 绝对没有 算了 我回家了 我听说明天市政府要举行一体告别仪式 会后 她的遗体将被火化 不行 立芬的遗体不能火化 尽管我的女儿不能回来 可是丁孝文对她这个妹妹是偏爱有加的 不等到回来看一眼就急着火化 这是有备天理的 再说 这么急着火化 这不是毁尸灭迹吗 不管怎么样 我必须阻止这件事情 对对对 林秘书 林秘书 丁立芬的前夫江康要求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您看怎么办 有这事 好 我去看一下 好吧 江医生 有什么话不好说呢 非得唱这首逼宫戏呢 林秘书 我无意闹事 我要参加追悼会 只想表达一个意思 你知道吗 丁立芬在美国有个读书的女儿 这是她唯一的孩子 如果不让孩子见她妈妈最后一眼 这余情余理说得过去吗 说得过去吗 大家不要误会 大家不要误会 不是不让江医生参加追悼会 正因为有市里领导出席这个告别仪式 为了领导安全期间 要限制告别仪式的人数 我不进去也可以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追悼会结束以后 暂时不要和火花死者的遗体 必须等她女儿回来 见她最后一眼 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也是不可更改的要求 梁副市长 追悼会马上开始了 请大家进入会场吧 梁副市长 江刚同意离去 但要求丁主任女儿回来以后 再对遗体进行活化 你看 那就这么定了吧 今天只取新追悼会 和向遗体告别 仪式结束以后 让他们把丁立芬的事体 妥善的保管好 延期活化 好的 好 听说陈书记去党校了 市里的工作由你来主持 是啊 我也想去 可惜我没有这个机会 不过 街道给了你在江都市 大显身手的机会 乱谈情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 没有组织原则的话呢 组织原则并不妨碍每一个实干家 在他的舞台上 施展台呢 是吗 哎呀 其实我目前的处境也很艰难呢 程志平领走之前 召开了一个常委扩大会议 对江都市下一步的政治工作 算是定了个调子 我 我知道 他的目标 是奥华集团 炸钢厂遗留的问题 是他的翘钢 而丁丽芬死亡案子 很可能会成为他引爆的导火索 对丁丽芬的死 我们局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包括我自己 现在有很多按现有死亡结论 无法解释的问题 所以我想对丁丽芬的尸体 重新进行检验 这个请求 我已经对唐局讲了 不过在没有接到正式通知之前 你可千万不要乱动 你放心吧 这点组织原则我还是有的 这样子 今天晚上一问如何我们俩见一面 你来了 你这个问题上你是最无辜的人 我不是让你去整理吗 一分之间都给你了 明日的背后呢 就应该是亲爱的 今天 LTV 这女儿是 电脑又是女儿是 你为什么对她心情这么难 你们之间 到底有什么事 请告诉我 我回答你什么 绝对没有 我回答你 我回答你 这次要一次 是 这是 我回答你 有什么事 我回答你 这是 你不是专家吗 专家也不是无所不能的 还是打不开 能确定这个软盘不是你藏在房间背后的 我有病 我藏那 这里都肯定有问题 是 今天新君给我说了很多古怪的话 让我不明白 你说如果一个人遭遇被害的话 会有很多很多种原因 对吧 对 很多 假如有人在没有确定被害原因的时候 就直接说出假定的死因 而且呢 还非常非常的具体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人已经知情 起码他已经掌握了部分做出判断的依据 对吗 新君 今天说啊 他希望立芬的死呢 是个意外 立芬在江都是个名人 身后呢 应该是清白的 别查来查去的 跟黑幕有什么关系 李芬 这软盘的事 新君知道吗 没有 你没告诉他 你知道 我这个房间 从来没有让人进过 也就是立芬这两天回来以后 在这单独待过 一定是 他把软盘藏在这儿了 可是他为什么要把盘藏在这儿呢 你别说了 我明白了 这个软盘意义重大 如果说立芬死于他杀 那么这个软盘就是破解他死因的 唯一的重要证据 你把它交给我 我一定要破解他 那如果这张软盘 只是新君和立芬的秘密呢 如果是他们俩 共同面对了什么威胁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帮助他们 假如是另有原因呢 还有什么原因 比如说 立芬的出事和心情有关系 别胡说八道了 这怎么可能啊 我不跟你争 我只说一句话 在没有弄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 你把它交给我 先暂时不要告诉别人好吗 好 像个人 喂 是姜琴鹏吗 东子 最近凉子来了没有 喝都关心法喝了吗 你别提他 你一提他我就一肚子气 他这把不拔堵戒了 我这辈子就不应这个亲弟弟 东子 我看你啊 也该成个下了 我这身体 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再说了 我一个便宜馆的化妆师 浑身上下都是死人味 谁敢嫁给我呀 走 走吧 快 江医生 我知道你无事不登三宝殿 你有什么事 您尽管说 来 在屋里坐 快 东子 本来这事我不想麻烦你 可是事关重大 我又想出更稳妥的方法 所以 甭说了江医生 你去告诉我 你让我干什么吧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等来看看 这是一个电脑软盘 里头是朋友托我保管的重要资料 就这事啊 行 你搁我这吧 你也不问我为什么呀 咱俩是朋友 你能告诉我你肯定会跟我说的 其实你先让我说呀 我也说不清楚 不过凭我直觉 有人是千方百计的要得到他 所以这里面一定有重大的引擎 这个东西 你尽管放心搁在这 我这条命都是您给的 所以说只要有我在 他就会万无一失 散会前 我再补充两句啊 在对待丁立芬死亡案的结论问题上 我强调一下 必须要在我们内部统一思想 统一认识 不调一致 这是我们高效优质的完成任务的基本保证 我希望大家不要听风就是雨 结果雨还没来 风险乱震了 这很不利于开展工作 对吧 言归正传 看看大家在丁立芬一案的调查上 谁还有什么新的见解 那就散会 等等 黎征 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七局 作为法医组的组长 我虽然在丁立芬的事件报告上 签了字 但是我本人并没有参加事件工作 所以 为了慎重起见 我想重新调阅丁立芬的全部卷宗 做一次杰能讯的印证 余医生 这个事情咱们下来谈 好吧 大家上会 你们好 快见啊 小夏 上车吧 不用了 我自己搭车好了 费时劳驾您主任大人了 上来吧 我有事跟你说 谢谢 小夏 你有些疲倦吗 冷山 感谢你今天请我吃饭 不过呢 我有一句话 今天必须跟你说 是不是那种可能伤害我的话 没关系 尽管说 我的承受能力很强 冷山 你知道吗 你在我心中 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 你博学多才 直率 还有 正直 幽默 而且对我呢 也非常的认真 所以呢 我一直都无法拒绝你那种 绅士般的追求 可是 什么 我呢 根本 根本就不喜欢你 我期待 个很变 我先去个洗手间 我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快上来快上来 爱 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 情人节 愚人节 库尔班节 泼水节 不是啊 什么节吗 傻瓜 生日快乐 这还差不多 平平啊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是吗 就到你最喜欢去的那个音乐酒吧 我们好好庆会一下 太好了 都一个月了 你终于来看我了 为什么这个春看不到绿的颜色 这个夏怎么会让人感觉冷漠 为什么这个秋不知收获什么 让这冬寒风不停的在心头吹过 平常这今天的酒 平常这今天的酒 是这么的苦涩 无垠的泪流不出 不停在越来越多 不停在越来越多 心似在水 水似在心 凤乱思绪 凡不把自己折磨 凡乱思绪 万物把自己折磨 一切 就是那个风雨天 红棋的那时候 就是那个风雨天 从那一旧银 注定一级最终的结果 剧透万维 和白白的眼 轻轻地在心中把曾经诉说 轻轻地在心中把曾经诉说 为什么这个唇看不到绿的颜色 这阁下怎么会让人感觉冷漠 为什么这个唇不值收获什么 让这冬寒风不停地在心头吹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